大家午安 大家好 人家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這句話真的有助理 因為葡萄皮 跟葡萄籽營養很棒 而它還有抗氧化 還有抗氧化 然後可以抗氧的成分 在我們健康的角度上看起來 它是... 你如果不吃下去 很打算 不過皮膚膨脹 這樣痠痠 指定屁股又黑膨 人家現在可以用葡萄籽 然後研究出來 有很厲害、很強的清除自油肌 然後就一個很好的抗氧化效果 所以市民上有很多葡萄籽 葡萄籽所作的這個東西 譬如說它含有很豐富的花青素 可以做成這個 譬如說葡萄籽油 還有一些產品 真的是不錯 其實要怎麼參與 參與我們這個生活當中 包括我們日後日當中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了 我們請到的是誰呢 就是我們定演的大廚 我都說他是親切王的郭泰王 泰國還有我們營養師 郭怡芳老師 大家好 美鳳姐好 美鳳姐好 開心 我覺得你今天一路走過來 就一直看我 真的 以前旁邊如果不是戰女的 你都很少看我 不會 可是我就偷偷的看 今天老師謝謝你來 其實我們知道 謝胖老師其實對營養的概念 它非常有 而且今天也要跟我們分享 就是怎麼樣的這個東西 融入到我們食品當中 加上我們泰國的廚藝 把它結合在一起 今天大家真的要好好上課 是的 好,兩位今天要合作什麼料理 我們今天... 因為炎熱的夏天來了嘛 我們要做一道 夏日風情 夏日風情的食材有 花枝兩百克 蝦仁兩百克 義大利麵兩百克 蛋一顆 洋蔥一粒 三色彩椒各一顆 番茄一顆 葡萄一百五十克 其實準備了義大利麵 這個把它燙好 這三個 對,義大利麵燙好 因為它小麥嘛 所以它也有一些澱粉的黏性 所以會記得 放好義大利麵的時候 這邊我們拌上一點點的 所謂的這種葵花油 直接把它拌進來 這是... 對 其實在外國風情 油它是可以直接這樣來喝的 對啊 就是也可以用... 那有人也可以用橄欖油 或是葡萄籽油其實都有 對 因為每一種油 其實我們一個 家裡不是煮菜 特別用豬油 特別用撒油 這是我們國家裡面 我們用了很多種油 對啦 豬油是很香 但是用這個其實也是不錯 好 這邊我把油拌下去 其實麵本身有香味之外 其實我們拌入這個是葡萄籽油 它本身也有點香氣 我剛剛聞過很香 有 很香 其實油 並不會去搶食物的味道 那有些油可能會 就是譬如說 劣質的橄欖油 有糖的橄欖油 這個很麻煩的 泡了一點,沒問題 就是要冷壓的油是好用 最好對不對 一定要冷壓... 它的營養素才能夠保存 你知道嗎 冷壓的油或什麼 它有的時候還可以這樣子吃 對,是可以生喝的 而且我跟你講 是的 有時候美濟達人還拿來磨手啊 對 對啊 對 請問太高了 我們這裡要做什麼動作 好,現在我們開始要做下熱風情 裡面煮海鮮料的部分 再來準備一個蛋黃 蛋黃裡面 我們加點這個 中和的義大利香料 讓它有點這樣 異國風味的味道就有了 把它放進來 然後少許的鹽巴 好 對,鹽巴也不用太多 好 一點點讓它提味就好 好,我問一下憲依芳老師 你平常在家裡吃什麼 你平常怎麼保養 其實我很喜歡喝鮮奶 我基本上我吃東西就是 不該吃的東西都不吃 什麼不該吃的東西就是 一般來說就是比較不好的 譬如說像鹽酥雞 我就不吃了 對,我覺得那個是很重要的 對,就是可能要選擇 像我對食材我就很挑 我一定要挑就是說 像買油的話 我一定要這樣子 對 因為我有看過很多文獻 就是油經過... 因為現在最怕就是說 油如果說用工業方式去做的話 它裡面會有一個溶劑 那些溶劑對身體有傷害 但是用冷壓的話 它很多營養素可以保存 因為其實很多大自然當中 它有現在最流行叫作 那譬如說像感染呢 就有一個多分類 它發覺感染多分 對身體有很多很多的好處 譬如說預防心血管疾病 可以預防癌症 就是它裡面吃起來有點苦苦辣辣的東西 但是那個東西如果說 我們是用一般人家... 用一般溶劑去萃取的話 那都沒有了 貴一點沒有關係 會比較健康一點 當然是 現在家庭主婦也都希望是買到好的 就怕花了錢又買到不好的 是的 好,就是放在這個火鍋 放在裡面放在蛋黃 如果把它拌一拌 你有放香料嗎 泰北粉 你泰北粉 對,泰北都可以 我用麵粉 麵粉 其實主要是這些澱粉 是要讓它裹住的外面 讓它不要水分流失那麼快 了解 好,現在在油炸 其實這個也是跟以往比較不同的 媽媽在早上要煎一個糕 家裡的小朋友吃 孩子還在睡 媽媽在煎糕的時候 孩子自己清潔 不用放浪費 為什麼,你知道嗎 油煙 對 對 因為它比書要很高 我就煎糕了 所以這些油煙 都是對我們所謂的家庭主婦不好的 像我們煎糕或是炒菜 油煙盡量不要那麼高 那現在在油炸 油溫超過一百八 可是... 它是發醃點高比較高 它沒有什麼醃 對,好像... 醃點很少 因為我們油炸的食物 我們溫度要一百八十度以上 它才能夠比較有脆度嘛 可是如果說我們選的油 是發醃點在一百八十度以下的話 就不行了 為什麼 就是油煙一大堆 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發醃點 是兩百五十 它到兩百五十才有煙出來 所以炸東西相對安定 真的耶 是 所以很重要 這樣媽媽也比較不會這樣 很辛苦 我洗得好脫 對,要少煙 而且最少皮膚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有一點很傷皮膚 對 又是呼吸、又對育膚 而且在台灣的官網裡面 他有提到 現在台灣人犯肺癌比例的 如想朋友這麼百萬七十度 因為是油煙嘛 對,辛苦 對 所以會記得 不是每天母親姐 才要請媽媽吃飯而已 每天母親姐 媽媽身體很健康 所以一定要用健康的油來製作 對,健康比什麼重要 當然 對 我們剛才用的是葡萄石油去油炸 接著我們剛才用的是 再接著我們要做一個醬汁 這醬汁裡面也很簡單 我們在家裡面 像在把這些食物調整好 我們把它切好 那這邊我們有準備紅椒、黃椒 還有我們的這些洋蔥 那這邊我們來做一個 先順便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像你在家裡切這些紅椒類的 你可以把這樣的方式 頭尾先給它切掉 好 頭尾切掉 在這裡比較輕鬆、比較閉嘴 好,來 接著我們從它的側邊 側邊下刀 順著它的圓 然後這樣一滾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啊 對,而且中間那個地方很難處理 都可以處理掉 很多媽媽就是這樣 整間的時候 切對面 要怎麼在那邊圍 還在這裡腳腳的 掌聲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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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這樣子耶 就是那種笨方法 然後像這樣一條一條的 把它切一切 好 像這樣切一切 然後再把它切丁 就很快了啊 在切菜的時候 就變成速度很快了 那這邊是我們的紅椒 黃椒或是青椒 都是同樣的比照方式 好 好,這邊我們準備了這個 基本的我們把這個... 這個 來,我們的這個橄欖油 對,因為拌橄欖油 在作我們的冷室 冷室的部分會比較棒 好,那我們把它放進來 好,接著我們加上一點番茄醬 會蓋一蓋 因為如果蓋一蓋的話 它會氧化,比較不好 好 好,這邊我有加了一點點辣椒水 如果不喜歡吃辣的話 辣椒水可以不要加 但是因為夏日風情嘛 它有點... 有一點微微的辣的 然後有點微酸酸的 也不錯,喜歡吃酸的 可以加一點我們的醋 對 好,那這邊我們加洋蔥 好 把它加進來 這邊是紅番茄 就把它加進來 好,這邊是我們的青椒 好,黃椒 好,再把它加進來 顏色又比較漂亮 像現在夏天看到這麼顏色 繽紛就開心了 好 好 另外這邊我們有準備了葡萄 葡萄稍微把它紙去掉 這些紙也都拿去作油了 葡萄肉拿下來 油下來 這個是果肉的部分 我們切一點剩 如果家裡面沒有葡萄 其實也可以用別的 因為你的橄欖油裡面 就有這些葡萄的香氣 你看這麼一碗葡萄 只有多少啊 能做多少油啊 這樣很難做 因為像這種高等的 所謂的葡萄籽油 一千公斤多少,你知道嗎 對 很難想像 對,在台灣怎麼可能 所以國外 因為國外的地比較大 所以他們大量的種植 都有這種葡萄 所以才能做這種等級的油脂出來 會比較... 讓我們的這種消費者 可以用得更多 那你剛剛是用什麼葡萄油 我剛剛用的是橄欖油 你剛剛是說你淋的時候是... 這個是葡萄油 葡萄油 然後這個的時候... 其實這三種有些人說 我們麻煩用一種就好了 那我想請問各位 你們家的葡萄雞 不是,那不是啦 對 其實你為什麼要買那麼多雙鞋子 你就買一雙布鞋 可以去參加喜驗啊 那為什麼你用三瓶油 其實油 我們剛才... 像宜汪老師說的 油點膏拿來炸 我知道 那我意思就是說 剛剛說葡萄籽的 是拿來炸的 是 是不是 對,葡萄籽的耐溫度 兩百五 對,所以這個是葡萄油 葡萄油 葡萄油比較中等 所以它來拌也拌 有一點溫度還是說... 對,它也可以拿來做 所謂的油煎 油煎的部分 煎的部分 單獨炸還是建議用葡萄籽油 那橄欖油的部分是... 要拌 冷拌 像拌海鮮 或是拌一些面食 OK 對 好,這些瓷材我們都準備好了 接著呢 我們這邊要開始來做排盤 這邊用的是我們的四方盤 來 家裡面我們的義大利麵 如果這樣拿著 好 整個都放下去 整個都沒有去 我們這邊家裡面 如果有這種湯灑 對 很簡單啊 你把它放到裡面來 把它捲動 這時候它會做一個緊密的拉扯 所以它會像一團 好棒 對 還有這樣拉起來 其實像我們去吃義大利麵的時候 也用一個條根醬把它吃進去 一半,你幾個半 它會這樣做 對 所以家裡面的時候 你也可以像餐廳在座 你看它就比較挺立一點 對 把這個再... 好 這個比較好用 叉子味也棒 但是我們家人比較習慣拿筷子 筷子也是比較好用 好,這個時候醬汁呢 你不用直接淋上去 其實麵 不像我們台灣人在裡面 每天都淋上去 有時候像這種 這種稀釋的方式來呈現 要吃多少麵 夾多少醬汁來吃 對 也不錯的 來,現在把它放上來 接下來我們剛才造好的海鮮 我現在看到這個油 它... 有些雜質 其實有些它比較沈澱下去了 然後我們還把那個... 過濾的 對 過濾的 很細的濾網 很細的濾網 對,有些鐵網很細很細 就把它濾掉 對,然後就會很乾淨 太好了 好 就可以再用一下 對 好 最主要是它油炸之後 那個雜質比較會... 讓它引起一些變化了 對 漂亮 那個小黃瓜這樣擺盤 好 這個價錢就比較貴了 這樣真的很漂亮耶 好的 那我們可以準備上菜了 好 謝謝 好,這個夏天看起來就是很舒服 對 好,我們現在來嘗嘗看 好,沾這個醬 剛才看郭師傅好輕鬆 等他自己動手的時候 發覺真的要把麵捲起來 還不容易 因為我們少一個條根 對 放在條根裡面 對,當然是一個鑄器,對 好輕鬆 酸酸 一點... 香香的 那個油啊 對 橄欖油很香 對,那個香氣其實OK了 而且它橄欖油的香氣會比較持久 像現在我們這邊有準備三種油 其實我剛才說了 家裡面你只要吃對油 然後把油的部分區隔好 其實健康是很簡單的 對啊,像我們這邊有三種 我們這邊有一點字卡 可以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像這一個是葵花脂油 葵花脂油它本身 1.5公斤的葵花脂 才能產生500ml的這種量而已 所以它也是滿珍貴的這種位置 有百分之九十的脂肪是 不飽和脂肪酸 這很重要哦 對,這個很重要 因為在我們身體 臀流的脂肪是要健康的 而且不能臀流太多 所以不飽和脂肪酸裡面 是比較棒的 那它也是高亞馬脂油酸的部分 花溫點約兩百二十度 所以我們剛才的葵花油 你也可以拿來炸 但是它跟葵花脂油來比的 比較沒有那麼的一個高溫點 它也適合炸 但是記得控制油溫就好 炒、煎都很適合的 對,而且它富含我們的所謂的 維生素一及B三 這個都是很健康的一點油品 好 當然另外我們第二杯 是我們的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就是我們剛才 炸的那些海鮮的 如果家裡面要炸排骨 炸雞腿 這些像薯條 其實不要用我們所謂的 這種脂肪油 我們用這種葡萄籽油來炸 也很棒 而且葡萄籽油裡面有 它不會像一些 橄欖的那種味道會比較強 所以這個有時候炸的東西 要選擇很好的油 那像我們葡萄籽油 它五百公斤的葡萄 只能炸到五百末而已 對,這個就更珍貴了 所以它也是在低溫冷壓的 剛才說過 低溫冷壓的油 營養、味道、色澤 都會保存得更棒 會保存了我們所謂的 完整的營養素 那它在低溫的時候 會呈現金黃、綿、嫩綠的這種色澤 所以你看三杯 跟我們的葡萄籽油來看 它就有一點比較深一點了 有一點 對,葡萄籽油 葡萄籽它本身有花金素 所以它會有一點色澤出現 好,它的花菸點為兩百五十度 就是我們剛才炸東西的臨界點 臨界點如果超過也不建議 炸東西火太鹽、煙太滾 這個都是會產生不好的味道出來 所以差不多我們在兩百五 而且剩下的油 也找不到現在這麼高的一個油溫了 豬油不耐到這麼高 對,好 像我們的油分子最細膩的 也是做什麼呢 美容保養品質基底油 對 我們的麻糬是什麼 它還有油脂 因為有的時候 可以用它來卸妝 是的,很棒 而且很原始 對,很原始 對 好,第三種是我們的 初榨的橄欖油 初榨橄欖油的特色 基本上 我們先說它的一個容積量 二點五公斤的橄欖 才能生產出五百ml 而且是初榨 初榨 初榨拿來卸妝 也棒 甚至拿來生喝 我也要講的就是說 初榨可能有來卸妝 對 也棒 好,它也是冷壓提煉的一個過濾 主要是它是特級的 初榨的橄欖油 油酸質低於我們標準的0.8 才可以稱得上是最棒的 對啊 那花圓點一百九十度 所以它比較不耐太的 所以它適合做什麼呢 拌 對 或是青菜燙一燙 我們台灣的也是有 講究養生啊 其實不一定要淋沙拉油 橄欖油也很棒 所以這個... 對,生菜沙拉這類都很棒 對 而且它油脂也穩定 食用時油鹽少 品質高 那這樣其實你比較專業 你講的每一個我們有聽 但是有沒有真正聽懂呢 有一點 為什麼我覺得這樣我簡單嘛 我就初榨橄欖油 冷炸這個就是來... 不要用燙的 不要來炒 冷的,對 也要說葵花油跟葡萄籽油 整天剛才營養師說過了 對,發菸點高的用油炸 對啊 發菸點刺高的是用炒 有時候可以炒的油 不一定可以炒 對,可是可以炒的油一定可以炒 如果直接就有葡萄籽油就好了 我就傷腦筋了 然後就是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的香氣 葡萄籽油維生素一 還有維生素一嘛 如果我們需要天然維生素一 一定要用葡萄籽油 譬如說沉沉的用 對,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三樣都可以來 所謂的擦臉跟漱口嗎 還是中間那個... 應該是... 葡萄油不舒服 應該是... 只有橄欖油可以漱口 為什麼橄欖油可以漱口 我們要把學禮講出來 好 橄欖油裡面含有多酚 這個多酚其實它本身有抗菌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拿來漱口 其實在歐洲 尤其他們地中海的國家 他們橄欖油 甚至可以當作早上的飲料 他們是把橄欖油 加一點檸檬汁 就可以當飲料 我們要吃它的多酚 這個多酚目前證實 除了預防心血管疾病之外 可以抗方炎的作用 對於一些就是說 像過敏的體質的話 它其實是有助益的 所以就是多酚 現在是很多醫學研究 認為它是對我們身體健康 是有幫助的 很難想像 對 我的想像不是你要想像 我想像過敏 我最近會過敏 所以我就... 原來這個也是吃進去的東西 還是有關係的 其實油跟過敏 其實還是比較有關係 而且就是 像一些所謂的飽和脂肪 跟反式脂肪會造成過敏 什麼是飽和脂肪 什麼是反式脂肪呢 就是像蛋糕裡面的 是反式脂肪 飽和脂肪的話 就可能我們吃薯條 用的油 那個棕櫚油可能就是比較多 飽和脂肪 那都是比較不健康的 那如果說 我自己用葡萄籽油炸呢 就比較... 比較安全一點 你同樣一個油... 你用鹽子油去炸 或用棕櫚油去炸 跟用葡萄籽油去炸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油 當你吃所謂的棕櫚油的話 你吃它的油炸物的時候 油炸食品的時候 你順便把飽和脂肪 所以吃進去的 可是如果說... 會讓它產生分裂 我這樣去美國 吃多少薯條 有 他就說吃薯條這麼多 人為什麼會過敏 最近有很多研究 叫作素食... 吃太多素食的人 為什麼 我們不是吃菜 那種素食的人 為什麼會過敏 他最主要是發覺 他就是飽和脂肪 跟反式脂肪 所以剛好就好 不要吃太多 如果什麼都不吃不快 也不好 所以我們要稍微均衡 如果在飲食當中 你的食材新鮮 要注意到油的部分 那就OK 放心 好 還有接下來跟我們分享的是... 好 接下來呢 因為葵花油我剛才講過 它裡面還有就是... 最主要是它裡面還有 所謂的BETA胡蘿蔔素 其實BETA胡蘿蔔素含量也不錯 它的油品最主要是Omega-6 葡萄籽油的話 就剛才講過那個 尤其粗榨的葡萄籽油 它裡面才有很好的粗花青素 這粗花青素 是個很好的抗氧化物質 我們叫OPC 其實它的抗氧化能力 甚至比維山素C來得好 所以更能夠抗老化 而且就會避免自由基 對身體傷害 這樣我就懂了 其實三樣都可以擁有 是 對,我們... 其實三樣就已經足夠 在我們食材中的搭配了 對 我常常說我們家庭主婦 絕對不能一瓶油用到底 對 不同的時候用不同的油 所以今天我們有什麼樣的選擇 讓大家家庭主婦很健康 吃得都很高興 然後做料理的時候 媽媽也不會負擔太重 吸收太多油煙 對不對 對,皮膚也不會不用擦 是哦 這個很重要 媽媽真的很辛苦 肚子其實也都很辛苦 還好 但是你算是很會保養 你看這樣黏黏黏 當然有 對,因為你很有概念啊 我的好油啊 我的好油 好,今天非常謝謝兩位的光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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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速速口 速口,對